这个上节课我讲过 就是说你们有没有曾经有过 你跟你朋友的沟通的关系里面 然后你觉得因为话讲不清楚 而造成了彼此的误会 而有影响 对影响有疑的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请你们 各位同学 这个提一下 就是说那现在我请第一个同学 好了谁要先讲 第一个同学这样好了 我们分角色 第一个同学就在主述 他是一个陈述者 Stator 他是一个陈述者 那第二个呢就是要 用诠释学的角度来诠释他 那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第一个 用这个方法就是说 重复不同语言法 重复不同语言法做过嘛 对不对 上学我们好像做过 这要重复不同语言法 就是哎呀 我觉得今天好难过 你的意思是说 你的意思是说你今天觉得不太舒服吗 是吗 要询问对方 那对方说yes 就表示你这个诠释是正确的诠释了他的难过 如果他说no 就表示那个不舒服 不能诠释他的难过 所以你要再找一个词 那懂不懂意思 就是说不同语言的重复法 你要用使用不同的语言 但是要重复他的意思 了解吗 你们现在都用聊不了 聊了聊了不了 用这个方式 那有一个同学是主术 第二个同学是用这个reinterpretation 我们叫再解释的方式 来帮忙 那第三个呢 注意听他们两个沟通的模式 有没有办法澄清问题 就是澄清了一个困难 困难 我现在讲的是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个困难 人际关系的困难 那我最近给温代为 那个香港做哲学智商的老师 给他做那个写序 他写了出本说写序 那他里面就有一篇文章 就有一章就讲人际关系 我们年轻人的人际关系 常常都是因为语言不详 口语表达不清楚 而造成了很多的误会跟困扰 那特别是自己最看重的人 这个人际关系包括亲戚 包括朋友 包括同学 包括同事嘛 对不对 这些统统包括在里面 叫人际关系 所以跟爸妈关系 跟兄弟姐妹的关系 跟老师的关系 跟同学的关系 跟男朋友关系 女朋友的关系 跟老板的关系 有没有 这个都算在人际关系里面 所以第三个同学就是 注意看 他们里面有没有正确地达到这个目标 那如果你们这一组还有第四个人 那就跟第三个人是同一组 好不好 同一个 可以吗 好 现在请各位 你们自己选一个人出来 谁要组数 谁要组数 请各位同学回来 我们围成一个圈 来 来 围成一个圈 这边还有 过来 第四组同学 来我这里 第三组 来这边 那第一组 第二组 围一个圈 好吗 对不起 我要坐着 不然的话 我的背 受不了 你们坐过来一点 第三组同学坐过来 好吧 来 围成一个圈 首先我问一下 刚才你们做那个工作的时候 有没有困难 有没有困难 就说 不知道怎么诠释 不知道怎么样去 reinterpretation 有没有困难 没有 显然看你们的脸都好像 你主树嘛 有没有困难 太主树 我叫他背着你讲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来检讨一下 你刚才说的什么 我都说他 没关系 没关系 你看他们一个人在 我左边一个人在 右边 有点像那个什么 我最近常常做这件事情 就是要在台上致辞 后面有两个人站着 别人都不能站 你说 就是说一些琐事 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来 没有关系 就是说中午吃饭的时候 选择的问题 吃什么 对对对 那我跟他的价值观不一样 是 那他可能常常认为 吃便宜的但是吃烂的没关系 就是吃不营养的没关系 但是通常不营养的就便宜 那我是觉得说 与其花多一点点钱 然后可以吃好一点点的没关系 好 真的 真的 那你们那边 我这个跟他无关 记住 因为我们在做权势 所以他现在是向他们诉说嘛 所以他现在不爽下去修理他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你们是谁是那个权势者 你们刚才我看你话讲很多 那你有没有用什么方式来问他 比如说 贵一点 然后他说辅大选择少一点 然后他说辅大选择少一点 然后所以就是那些都只有那几家 所以要出去吃 然后所以就是如果不好了 可能就是比较便宜 什么好了比较贵 然后我可能就说 那所以如果说外面选择比较多的话 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吗 现在这样 他的问题是在这里 因为他说 他跟他的朋友有一个不同的观念 那他的朋友认为要便宜的话 没有营养的也没什么关系 但他认为呢 吃东西要有点营养 虽然贵一点没有关系 这是point对不对 好 所以你现在问 你要怎么诠释 你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我的话 你的意思就是说 宁可贵一点 但一定要有营养吗 这个事情重复了对不对 所以没有reinterpretation 所以换一个名词 要怎么换 你的意思是说 价钱高一点 但是吃得让自己舒服一点 或者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 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 对不对 所以我的诠释是正确的 对不对 那你的诠释呢 对他来讲 你觉得他有没有抓到你要诠释的 不是有 但是没有像校长讲的那么切入重点 所以这个就看得没有 就是说 我们跟人家会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常常就是因为那个诠释的 那个 好 那我不是交代你任务吗 你要负责诠释他吗 那你有没有诠释 你还在过年 还在过寒假 没关系我接受 我同意 那个人有时候会很昏沉 没有问题 好 这个先放在这里 你们这一组 谁负责 谁讲 好 你讲的重点是什么 你讲的重点是什么 有一些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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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其实后来一直没有讲开 可是就是默默的 就是他后来大学的时候 因为后来都没有在联络 然后大学之后他有在就是 他其实一直都有在关心 所以你要怎么去 你负责诠释 对不对 你怎么诠释 我就问他说 他在误会之前的心情 我就问他说 那你是不是感觉 你其实是很自然的 就是好像要求和平 然后跟大家做朋友 那他就说回答是 可是在那边他讲的话是说 他跟他的高中的同学 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心结 后来就没有再联络 但是他从侧面听到的是 那个朋友一直在默默的关心他 关心你 对不对 这是原文 对 对不对 那你现在你要诠释的时候 你要说什么 因为你们知道 诠释里面要讲出 甚至可以讲出 他对某一些事情 渴望的模式 都可以提出来 其实他听到这些话 有可能你很想跟他说清楚 有没有这个想法 对不对 心里面有这个因素嘛 想要跟他解释清楚 当时为什么 而且想要再 re make friends 对不对 再一次的把友谊的重建嘛 是不是这样 有这样的意思 所以在有这样的意思的时候 我们听得懂这句话的意思了嘛 对不对 听得懂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怎么样去诠释这句话 你的意思是说 对于你当时 跟这个同学有心结 你觉得有遗憾 对不对 所以第二句话 可以补上去 是说 如果时间可以 倒回去的话 你会愿意把它说清楚 对不对 你看我们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对不对 我们都没有去探他的饮食啊 没有探他的饮食 我们只是讲说他的心情嘛 就是说我们就 那你自己就会有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在辅导的过程中 下面就有句话问 那你愿意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替主哲学家不会给答案嘛 对不对 只给问题嘛 问完 那你愿意做什么 你愿意 因为他这个 不但是代表要诠释清楚 也代表有行动的一种渴望 对不对 那你愿意做什么 所以你不晓得 对不对 那就是 这就交谈就下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方式 那你们两个观察人看到出什么 没话 无话可是 就是你们 你单单把你立场讲完 跟他交谈就 时间就不够对不对 好 那你们这一组 谁主书 你主书 你讲什么 讲关于那个 花钱上面的观念不太一样 每一个人对使用金钱的概念不同 对 然后就是我朋友觉得我很爱乱花钱 然后就是 就是虽然我不否认 可是就是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 然后自己打工赚钱 然后他觉得我应该要省一点 而且他觉得 他的那个画中 我一直就是觉得 我会花到他钱的感觉 不是 也就是说 他对他的财务有一种被威胁的感觉 对 对 没有 好 那谁负责全市的 那你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 他就是管你 就是把他的思想套在身上 你会觉得有点舒服 好 那各位同学 请注意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里面有一句 有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在里面 被冤枉 被冤枉 对不对 抓住 不服气 不服气 觉得我没有啊 也有 对不对 这个被冤枉 是一种可能还比较直接 对不对 被冤枉 不服气是有点情绪了 对不对 还有没有 听到他的话里面的意思 他说我没有啊 我没有花你的钱 我也不打算花你的钱 我花我自己的钱 该你们家什么事 对不对 你有这个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听到的话是说 那我当我这个reinterpretation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他说 我喜欢花钱 我也承认 但是我花的钱 在我的预算之内 对不对 所以这里表示说 所以可以reinterpretation 什么东西呢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有自治力的人 这是一种嘛 对不对 那对方是不信任嘛 好 另外一个问题 你跟那个在人际关系上 你觉得被冤枉的理由是 因为他害怕你没有控制力 没有自治力 因为看你花钱的速度跟数量 他觉得你没有这个控制力 所以这里面看到针结就找出来了 怎么样帮助他可以跟他的朋友沟通的时候 让很明确的一个讯息传达给对方说 你不用担心 因为他男朋友 不是男朋友 朋友 我不敢说是男朋友 可能是的 对不对 他的朋友担心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 他乱花钱 然后他的速度跟数量 会让他的朋友产生威胁 对不对 所以他才会讲嘛 如果无所谓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是不是这样 这样你们就可以理解 那你的这个观察怎么样 他是真的在乎吗 我看是在乎他的钱吧 不是在乎他这个人吧 就是他不在乎他这个人 他就不会管他这些东西 你确定是这样喔 你的看法 你的观察的看法 那这个还有一点各位同学一定要注意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们本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自由的人 可是为什么一变成朋友以后 就突然觉得我对对方有权利 我对你有权利 比如说我跟你交朋友 对不对 我突然就觉得我对你有权利 我可以管你 好莫名其妙喔 这违反我们哲学原则 我们哲学是自由的心灵嘛 对不对 那我然后对方就会辩论说 我哪里是在管你 我是关心你 关心不就在管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突然觉得我好像我喜欢你 我愿意跟你做朋友 那我从事有物 就对你有权利就管你 你跟谁讲话 你跟谁在一起 我都管你 就变成那个所有物了 就变成所有物了 那所有物就麻烦大了 因为所有物就有祖虫了 就有祖虫关系啊 所以你变成一个附属品了 这个东西自由就没有啦 所以常常很多人说 为什么交朋友 或结婚 那个自由就不见了 理由就是因为这个 就是因为对所有权的 那个主张变成这样 好这个等等我们再说 以后有空 你们你说嘛对不对 你说什么 就我小学的时候 就是在就是无意 就是帮另外一个朋友 就是伤害另外一个朋友 你变成那个什么 什么叫做什么 从凶对不对 对 从凶 然后呢 就是原本三个很好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那个女生就开始跟我说话坏话 就有一次是当面跟她说 我们两个人都觉得你不好 然后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可是我那时候没有反驳 对 所以你被冤枉了 对 可是后来那个女生之后就 分班之后就转学了 所以你们三个人就没有 就本来你是甲跟乙 你就是帮助说了丙的坏话 后来乙呢 后来丙就对乙说了你的坏话 还是谁 甲乙丙三人嘛 对 你是跟甲乙联手嘛 没有 就两 就三个人加我 四个人 加我三个人 就是甲乙丙嘛 甲乙丙嘛 对不对 那你跟你是甲嘛 然后你跟你一起嘛 就说了丙的坏话嘛 对不对 得罪了丙嘛 是乙跟我说 他跟我说 乙跟你说 说丙嘛 对 对不对 结果是谁来说你呢 没有人说 就是变成我跟乙 就是当面 就是以当面跟丙说 我们两个人都觉得你怎样 很烂还是不好想讲 可是我没有说 你没有说嘛 对不对 那你是全识者 那你怎么说这件事情 就是 就是 第一个就是 我说就是 那你的角色是不是有点像帮那个 那个女生就是帮她做感觉 就是 做感觉 就是 一下课她就来找她 然后我就要找她去上厕所去服医者 那她觉得怎么样 跟第二个女生没有办法 讲到话或者是有时间相处 那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那时候就是 就没有拒绝 就直接说好 我陪你去 这样 然后就变成她每节下课 我都是跟那个弟 然后丙 你们就拒绝往来了 就不来往了 就没有想到 竟然是造成 就原来是 她是想 好像要排挤 就是藉由这样 要排挤柄 就是要独占你嘛 就是大家当初说好的时候 就没有意思 那你两次你都没有表明立场嘛 所以好 那你呢 你在旁边看的结果怎么样 就她对这件事 应该是一直很耿耿于怀 就是想到 这个是心情嘛 很重要的一个心情嘛 就是她觉得很遗憾 耿耿于怀 她想跟柄道歉 都一直都没做嘛 到现在没有做 所以你看了没有 这样一问了以后啊 下面就会有一些行动理论 行动出来 那理论要怎么去改善 就可以 做辅导员的话 做那个concler 就可以问了 那你觉得你要怎么办 记住不要出主意 就问她说你要怎么办 这样懂吗 那你要怎么办 没办法啦 不知道 找不到 找不到人 现在找得到 就是 就是间接知道 她好像过来还不错 还不错 秉对不对 说秉过来还不错 要想说要不要 正在想 要不要让她平静的 要不要让她平静的心情 再起泼烂 对不对 又回到那个小学时代的那种想法 对不对 回到那个时候 这个是有很多成年的那些误会 提起来有时候会遗憾的 对不对 好 这样大家理解了吗 知道怎么做了吧 可以吧 好我们现在再回到原主 第二个人来讲 可以吗 换另外一个人 做诠释者 没有时间了 还有吗 还有一课钟吗 还有一课钟 是不是有一课钟吧 对好不好 再回到原主 好回到原主 好各位同学 我们就往到这里好不好 我们下禮拜 请各位同学 我们继续好吗 下禮拜 可是有些人讲话的方式是 就是 你应该就是开 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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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禮拜